也许每个人的婚姻当中最忌讳的就是丈夫的出轨 我和我老公认识的时候是在大学期间 那个时候我和他是大学同学 当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 他对我很有好感 由于他对我穷追不舍 后来我就答应做了他的女朋友 当我答应做他女朋友的时候 他非常高兴 每天都会对我嘘寒问暖 总是会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 他每天都会来到我寝室下面 接着我一起去上学 然后我们一起放学一起去吃饭 在大学期间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 在别人眼里他们都非常羡慕嫉妒我 因为我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男朋友 他总是处处会为我考虑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和我商量一下再去做 渐渐的大学生活即将毕业了 因为我和他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就在毕业之后和双方父母商量了一下 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 我们两个人顺理成章的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我原以为会像大学期间 引一职幸福下去 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在我们结婚五年之后 做出了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背叛了我和他之间的婚姻 其实我觉得他绝对是因为工作上的某些压力 而使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于是我就没有去揭穿他 还和他之前一样去无微不至的 关心他照顾他 一心一意的对他 可是不管我怎么对他 他都是对我不理不睬 其实有很多次我都有想过 要不要把他出轨的这件事情 直接告诉他 让他不要再永远的错下去 也许现在回头还能够挽回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幸福生活 毕竟我和他也有了一个孩子 终于有一天我按耐不住和他说出了这件事情 他因此也感觉到对不起 我就说和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下次了 可是当我有一天去楼下倒垃圾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他在楼道里面和小三在通电话 看我老公脸上的表情 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聊得非常开心 我终于接受不了了 就打算和我老公提出离婚 并且让他近身出户 后来我和他说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同意了 离过婚之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过得都非常不好 因为他毕竟是我的初恋 我和他之间有很多过往的回忆 我真的忘不掉他 离过婚没有多久 我心想着让他近身出户 是不是对他有一点太残忍 我曾多次想与他复合 可是当我从别人口中听说 他在和我离过婚没多久 就和那个小三结婚了 对方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觉得自己之前的想法 真的是太愚蠢了 像这种男人 根本就不值得自己真心去对他 他之所以会背叛我 还是因为金钱的原因 像他这种人 一辈子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女人们 当你们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 一定要睁大眼睛去挑选 毕竟婚姻不是阿戏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而毁了自己的后半辈子